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新东方在线的雅思语法课堂 我是雅大老师田静 今天呢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二讲简单句的核心变化 说到如何表达一件事 就得把它写成一个简单句 简单句当中最核心的成分呢 主要是一个主语搭配一个谓语动词 但是呢这一个谓语动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还可以有实态情态语态这些变化 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就接着给大家讲 谓语动词语态的变化 那说到这个语态的变化呢 在这里呢先请大家课前思考一个小的句子 请大家看这句话 来自于剑十四当中的阅读文章 This representation has commonly been limited to guest experiences 好了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句子 找出谓语动词的部分 并且判断一下它是什么结构 表示什么样的含义呢 那我都会觉得这句话呢 谓语动词感觉好像有点乱有点多呀 那到底哪部分是呢 先别着急 我们待会呢给大家讲完了语态之后 大家回头再来看这个句子 就会觉得简单多了 好了再来 那咱们正式的进入主题 来说一下谓语动词语态的变化 其实说到语态呢 它应该分成两种 一种呢是主动语态 一种是被动语态 大家一听名字就知道了 所谓的主动语态呢 指的就是主语去发出这个动作 也就是它是主动的 而所谓的被动语态呢 自然就指的是主语 是被做的 那么这事就是被动的 但是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 我们在生活当中学习英语的时候 我们只学过被动语态 好像就压根没有专门说过主动语态 这么件事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英语当中就没有专门的 这个主动语态的表达形式 也就是说英语当中呢 除了所有被动的以外的形式 其他都是主动的 就不用特意说明了 比如说I eat apples 我吃苹果 这不是被动的形式 对吧 那自然就是表示我主动吃苹果 所以呢 理论上来讲呢 语态应该分成两种 主动和被动 但实际上呢 大家只需要专门学一种 被动语态就可以了 因为除了被动以外 其他的都是主动的 就不用专门学了 这是关于这个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专门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被动语态 关于被动语态呢 我一共给大家讲解四件事 第一件事呢 大家先来了解一下 被动语态的用途 第二个 重点掌握被动语态的构成 以及被动语态跟实态相结合 跟情态相结合呢 简单了解 也就是说 我一共给大家讲四点 关于被动语态的 请大家重点掌握第二点和第三点就可以了 好 那咱们呢 那首先一种一种来说 首先呢 咱们先来说一下 这个被动语态的用途 那说到这个被动语态的用途呢 大家自然就想到说 啊 这个被动语态嘛 就是表示被动被做就完了呗 那这个被动语态到底什么时候用呢 它是怎么来的呢 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 其实最早产生被动语态的时候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主动表达不了 那什么情况下主动表达不了呢 也就是说当大家不知道动作的发出者的时候 这个句子就不能写成主动的了 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看这边摆了一块蛋糕 是吧 哎 突然呢 一个小狗过来咔嚓咬了一口 哎 你就知道 是小狗吃了蛋糕 但这前提是什么呢 前提是我们得知道动作的发出者是小狗 小狗吃了蛋糕 对吧 但是如果说我把一个蛋糕摆在这 哎 我转身出去溜达一圈 否则发现哎 蛋糕上面有一盘牙印 但是我又没看到是谁去做的这件事 那大家想 那你总不能把这个句子写成叉叉叉叉 某某某吃了蛋糕 这就很奇怪了 对吧 所以呢 有的时候当大家不知道动作的发出者的时候 这个时候没有办法把句子写成主动的 那就只能哎 抛开这个动作的发出者不说 掉过来说变成蛋糕被吃了 我说清楚吧 所以呢 被动语态的第一个用途就是 当不知道动作的发出者的时候 不能写成主动的 只能写成被动的了 这是第一个用途 还有第二个用途是什么呢 就是在英语当中 如果想特意强调这事是被谁做的 也可以写成被动 就可以把它变成被动语态 再加上一个介词byby这个单词 然后后面再加上动作的发出者 表示强调是被谁做的 所以大家记住 不知道动作的发出者 可以用被动强调呢 也可以用被动 加上介词by再加上这个发出者就可以了 这是第二种用法强调 第三种用法呢 就是我们大家在雅思写作当中能用到的一种是什么呢 而且不光写作阅读当中也会用到 就是英语的语言思维呢 是以客观事实为主体 所以在我们表达观点看法的时候呢 建议大家尽量不要按照中文的逻辑去写成主动的 比如说中文的逻辑会怎么样表达观点看法呢 经常会这样说 说我认为怎么怎么怎么样 I think 这句话没有语法错误 但是从语言的逻辑上来讲呢 英语当中并不习惯使用这样的逻辑 为什么呢 因为你说我认为怎么怎么样 人家问你 who are you 你谁呀 是吧 再比如说你说人们常说怎么怎么样 people say that who are they 他们都是谁呀 所以大家发现没有 就是按照中文的思维呢 把句子写成主动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总觉得这个事呢 人来开头会显得非常的主观 而英语的逻辑思维呢 是以客观事实为主体的 所以呢 为了抛掉这个主观的因素 那如果在英语当中想表达观点看法 最好怎么写呢 最好写成被动的 也就是说把人的因素去掉 直接变成这事被认为是怎么怎么样子的 哎 这事被说成是怎么怎么样子的 哎 这个时候呢 就会显得更客观了 所以呢 给大家总结一下 被动与他的用途呢 主要是第一个 不知道主动的发出者可以用被动 第二个 强调这个动作的发出者也可以用被动 别忘了加借字by 第三个呢 就是表达观点看法的时候 为了突出客观事实为主体 可以变成被动 这个在雅思写作当中 和阅读当中都经常能用到 但是这地方呢 大家先别着急 我们会稍后呢 再给大家讲到这个 诸语从句的时候 会再给大家强调这个点 所以在这里呢 大家先简单的了解一下 这个思路就可以了 好 那接着说回来 第一件事呢 关于被动与他的用途呢 我们就说到这 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 非常重要 啊 来接着往下说 第二件事 被动与态的构成 哎 这个大家就会觉得 哎呀 这不用讲 我都会 是吧 小时候就学过 被动与态的构成呢 无外乎就是什么呢 哎 就是两部分 B加上当 过去分词 不就完了吗 是吧 所以呢 大家经常会瞧不起这个被动与态的构成 但我要告诉大家 真的让你写 你不一定写得出来 因为呢 大家可能就只是对这个公式有印象 但这个公式到底是怎么用的 大家不清楚 但是别着急 我给大家通过三步法 大家就能够搞清楚了 好 那咱们就来说一下 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注意这个down 这个down呢 过去分词 是负责来表示被动的动作的 也就是说 只要是被动的动作定了 直接把它变成过去分词 摆在这 哎 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说这事被改变 把改变变成过去分词 这事被影响 把影响变成过去分词 所以只要被动的动作确定了 就可以直接把它变成过去分词 起火 那咱们接下来说这个B 哎 难度的就出现在这 大家不要以为说 这个被动语态就是 m is up was war 再加上过去分词就完了 其实还真不是这样子的 远远会比这个要难 尤其是在雅思阅读当中 大家经常会见到什么呢 不同时态的这个被动 好了 所以呢 那在这里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down这个动词 已经不能表示时态了 因为它已经被招走了 表示动作了 那谁表示时态呢 就是通过B 通过B呢 可以表示被动不同的时间 那怎么样表示被动不同的时间呢 其实就是把B 给它变成对应的各种时态 也就是说 你想表示什么时候被做 直接通过B 来变成不同的时态 来体现就可以了 这点呢 就是它跟时态相结合 我在稍后呢 马上会给大家详细的列一张表格 给大家说一说常用的时态变化 好 在这里大家先简单的了解 那接着往下说 那接着往下说 第三点呢 就是比当作为被动语态呢 哎 它是未语动词前排挨着主语 那既然挨着主语呢 还要考虑到主语的单幅数的变化 所以呢 请大家注意 以后想写被动语态 记住 一二三 这三个步骤 就能够保证大家 把被动语态应用的非常清楚 好 不相信呢 咱们来试着演练一下 首先请大家看这句话 这里的环境过去改变了 大家先考虑一下 要不要用被动 你们老师不用被动啊 你看啊 我们老师说过 哎 说这个被动语态呢 得有这个被字 才会变成被动 这个句子当中呢 的确没有被字 对吧 哎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要不要使用被动语态 跟中文里有没有被字 一点关系都没有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你看 我说我昨天买了一床新的被子 有没有被字 有吧 要用被动吗 当然不用了 所以跟有没有被没关系 只要是意思上是被动的 哎 英语当中都得用被动语态 只不过因为中文吧 它的逻辑思维不是很严谨 所以说呢 有没有被都有可能 好了 在这里呢 大家会发现 环境能主动改变吗 哎 这个环境是被人类所改变了 是吧 好了 所以在这里呢 想表示环境改变了 哎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被动语态 好 那变 那咱们来看一下吧 这个句子应该怎么变呢 别忘了一二三 三个步骤啊 哎 首先呢 先说环境 过去被改变了 应该变成 爱 change 变成过去分词 而且注意是过去 得用过去的时态 was word 而且呢 根据主语选择 environment单数 所以用was changed 所以大家发现了吧 爱有这个一二三 这三个步骤 大家会发现 被动语态其实很简单 所以千万别忘了 请大家看这儿 被动语态的公式 两部分来构成 B加上当 两部分各司其值 各自有各自的用途 好 那关于这个一二三 这三个步骤呢 我就不多赘述了 这个很简单 那接下来呢 我要给大家重点的讲一下什么呢 就是被动跟时态相结合 好了 请大家来看这几个句子 大家发现没有 这几个句子呢 其实表示的是同样的被动的事 都是表示环境过去被改变了 是吧 爱环境过去被改变了 其实不加被字也一样 对吧 好了 而且呢 大家会发现 哎 同样是环境被改变了 但是呢 这个时间就不一样了 有过去被改变 现在被改变 将要被改变 正在被改变 对吧 所以呢 大家会发现 同样的动作 那就说明被动当中 这个 这个过去分词是不一样了 变的是谁呢 就是be 看看它怎么样跟时态相结合 那怎么结合呢 过去被改变了 很简单 was 因为是过去 所以得用was word 因为是单数 environment做主语单数嘛 所以得用was changed 那现在被改变了呢 用现在的be 就是is changed 将要被改变呢 will be will加动词原型嘛 加上be的原型 will be changed 那过去将会被改变呢 过去将来时 很简单 就是把will be will变成would就可以了 所以注意啊 一个是现在的将来 一个是过去的将来 will和would 那过去正在被改变 怎么说呀 别忘了 把be变成过去进行时 所以变成了 the environment was being changed was being changed 一看就知道了 这就是把be动词 给它变成了过去进行 对吧 was word 加上动词的entr形式 过去进行时的被动 环境过去正在被改变 那现在被改变呢 只要对应的变成现在就行了 is being changed 永童老师进行时也有被动吗 当然有啊 这不就有吗 而且待会的这个雅思真题当中 大家会发现 这个也会出现 所以大家要知道 好 接着往下说 那这个过去已经被改变了呢 就是表达过去的之前被改变的 我刚才给大家讲过了时态 还记得吧 时态当中想表示之前 等于用什么时呢 完成时态 所以过去的之前 等于过去完成时 因此就变成了 the environment had been changed 过去完成时的被动 好 那现在的之前被改变了呢 可以用has been changed 好了 所以呢 大家综上所处看这表格 就会发现 我给大家讲过的 常用的八种时态 对应的被动都在这里了 为了防止大家呢 客下自己不会这个来进行推导 所以呢 我直接给大家做成一个对照的表格 大家把它记下来 哎 填到你的这个天空式讲义当中就可以了 然后大家会发现 这些当中呢 请大家尤其要注意什么呢 尤其要注意这个现在完成时的被动 和这个现在进行时的被动 我建议大家呢 把它们两个背下来 为什么要背下来呢 因为大家会发现 这个不好推导 大家可以直接根据这个呢 进行举一反三 如果你要会了 现在完成时被动 那过去完成时 不就一样会了吗 如果你要会了 那现在进行时的 那过去进行时也会了 所以大家可以这样成对来 记会比较容易一些 可以的吧 好了 尤其注意 现在完成时的被动 在雅思阅读当中呢 会常出现 然后呢 会稍微难一点点 但是也没有那么难 其实不就是 have has 加上been done 对吧 然后呢 这个表示意思是 现在的之前被 掌握这个就可以了 剩下像其他的 过去时 现在是将来时都比较简单 我就不多赘述了 好了 所以呢 请大家重点注意一下 哎 进行时和完成时 这种稍微有点难度的被动 但是这个是厂考点 大家必须要能够识别 好 那再接着往下说 那请大家来看一下 哎 真题当中出现的被动 跟时代相结合 比如说看这句话 来自于建六的阅读 International commerce was therefore dominated by raw materials 首先咱们先解决一下生词 International commerce 表示什么意思呢 国际贸易 raw material 什么意思呢 表示原材料 raw表示意思是生的 未加工的 原始的 raw materials 表示原材料 注意 therefore表示因此 所以dominant 表示意思是什么呢 哎 表示这个操控控制的 是吧 好 那来看一下这个句子当中 请大家找一下 未语动词在哪呢 对头 未语动词在哪啊 就是was dominated 典型的 一般过去时的被动 而且呢 别忘了被动的重要用途是什么呢 如果是强调动作的发出者 要加上一个借词 by 也就是说这句话 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哎 强调了国际贸易 过去被控制 被谁控制呢 强调是原材料 所控制的 好 这句话呢 整体的意思就是 因此国际贸易呢 哎 过去是被原材料 所控制的 一般过去时的 被动 好 那再来往下看 再来看一个句子 this representation has commonly been limited to gas appearances 看见验熟吗 这就是当才给大家出的 课前思考的句子 这个句子当中呢 大家会发现 哎 感觉这个未语动词 这个有点难找 是吧 但是当大家学完了 这个被动语态 跟时代相结合之后 会发现这个很简单 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has been limited 中间这个 commonly呢 其实是一个副词 修饰动词 我们也可以把它先去掉 不看 那合在一起之后 has been limited 什么结构呢 刚才大家背过了吧 这就是典型的 现在完成时的被动 表示现在的之前 被 现在的之前被限制了 什么呢 这个代表 爱通常现在的之前 被限制在了这个 爱客户体验 这个方面 OK了吧 现在完成时的被动 而且顺便强调一下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了 记住 别看这里面 has been limited 是三个动词 对吧 但是呢 这三个动词合在一起 是一个整体的畏语动词 因为我之前给大家强调过 在观察句子的时候呢 记住 实态语态情态 算是一个整体的畏语动词 放在一起来看 好 再来看一个句子 我们再逐渐加长 这是件期当中的例句 the best information on early population movements is now being obtained from the archaeology of the living body 好了 在这里呢 大家会发现 生词 information 大家都认识信息 population movements 人口的一共 是吧 obtain表示获得 archaeology 考古 living body 活着的人 是吧 好 生词都解决完之后呢 请大家找一下 这个句子当中的畏语动词在哪 别忘了是一个整体 在哪里呢 就是 is being obtained 那我先不说 大家告诉我这是一个什么结构啊 很明显吧 哎 这个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被动 表示现在正在被获得 好了 那整个句子是什么呢 说这个早期的这个人口移动 它的这个最好的信息 现在正在被获得 从哪获得呢 哎 从活人的这个考古学上来进行获得 可以的吧 好 那关于这个句子呢 我们就说到这儿 这就是被动跟时态结合 那咱们再接着往下说 除了跟时态结合之外呢 被动还可以跟情态结合 这部分比较简单 大家简单了解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了 情态动词呢 每一个情态动词都表示不同的情绪态度 对吧 比如说must给表示必须 肯定一定 再比如说这个may呢 可能可以 对吧 I can能够等等等等 所以呢 大家会发现在被动当中呢 有的时候呢 也会结合情态 哎 比如说大家看这个句子 The environment here must be changed 我说这儿的环境怎么样呢 必须被改变 I必须被改变呢 I这个时候呢 用的是must be changed 如果说I这个环境能够被改变呢 can be changed 可能被改变呢 may be changed 应该被改变呢 should be changed 所以大家发现没有 其实情态动词跟被动结合很简单 只是根据意思来选择合适的情态动词 然后呢 千万别忘了 要把被动当中这个BA A就变回原型的B 不要写上m is that was were 为什么呢 因为情态动词要求后面用原型 所以呢 它跟被动结合 就得用被动当中这个B的原型 所以呢 就只是根据不同的情态动词 是吧 不同的意思 选择一个 后面加上B的 B的原型就可以了 好 这是关于这个 在我们雅思真题当中呢 这个情态动词的被动也比较好识别 比如像这句话 来自于建设 The ambitious objective can only be fully achieved by 2020 好了 在这里呢 请大家看一下啊 The ambitious objective 这个有野心的这个目标 是吧 achieve的实现 2020年呢 你可以读成2020 也可以读成2020 是一样的啊 好 那在这里呢 请大家注意看一下 有的朋友说老师 哎 这个是不是被2020年做呀 注意这个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by这个词呢 如果后面接上人物 你可以表示被谁做 但是by这个词 后面一旦接了时间的话呢 他就不表示被动的发出者了 他表示截止到什么什么时候 这个大家需要稍微注意一下啊 好 那在这里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句子当中 被动很简单 就是can be achieved 好了 那我会说老师 中间这个怎么还夹了一个only和fully呢 副词修饰动词 经常会夹在动词中间嘛 对吧 大家看懂什么意思就行了 好了 那在这里呢 can be achieved 什么意思呢 能够被实现 整个句子就有了 这个哎 野心勃勃的目标呢 哎 只有 截止到2020年的时候 哎 才能够被充分的实现 完整的实现 可以了吧 情态动词的被动 好了 那关于这个呢 我们就说到这儿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课堂练习 看看大家是不是掌握了 被动跟时态和情态相结合 首先呢 请大家看这句话 of a morning paper read by over two two hundred thousand people every day 说我们这个晨报 是吧 哎 被这么多人读 是吧 我数学不好 大家可以自己换算一下 粗略算一下 应该是二十万是吧 啊 超过十以上的 我就需要用计算器了 好 开玩笑说回来 那在这里呢 请大家看一下 晨报当然得是被阅读 对吧 哎 晨报是被阅读的 所以得写成被动的 那写成被动的吧 注意 首先呢 动作是阅读 得把它变成过去分词 但这个词很特别 它变成过去诗和过去分词 跟原型长得是一样的 但只不过读音发生变化 原型读成read 乘一 过去诗过去分词读成短音 啊 变成如在 好了 那在这里呢 动词有了 咱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被动 被动的时间 什么时候 每天 每天经常性 习惯性的事呢 等于一般现在式 也就是说 现在时态的B 现在时态的B呢 有三种 M is R 选哪个呢 主语是paper 单数是吧 哎 不可数单数 报纸嘛 所以呢 怎么办呢 那咱们就得用 is read OK了吧 Our morning paper is read by over 200,000 people every day 晨报 每天被20万的人读 OK了吧 注意这个读音啊 它的过去分词读成read 好 那接下来呢 再来看一个句子 Last night My favorite TV program My favorite TV program Interrupted by special news bulletin 说昨晚上呢 我喜欢的这个电视节目呢 哎 被一个特殊的新闻报道 所打断了 在这里想表示 被打断了 得用被动 对吧 动作呢 interrupt 先变成过去分词 interrupted 然后呢 被打断 什么时候呢 过去 得用过去时态的B What's word 那选哪个呢 My favorite TV program 单数的对吧 所以得用 Was interrupted 好 再来看一个 His bike repaired by his grandfather tomorrow 你看到了 Tomorrow 被修理 就知道了 将来时态的被动 Will be repaired 好 再来看 So far的machine using a factory for two weeks 注意这个关键的词 So far So far表示截止到现在 那截止到了现在 既然到现在截止了 说明不让你往后看了 那你只能站在现在 回头往之前看了 那现在的之前 使用了两个星期了 现在的之前 得用什么时呢 讲过吧 现在完成时 那在结合被动呢 就变成了 So far the new machine 现在完成时的被动 has been used in your factory for two weeks 简单吧 好 再来往下看 天气不能被人们所控制 不能被控制 情态动词结合被动 应该是 can not be controlled by people 关于这个呢 我们就练习到这 好 那在这里呢 关于未语动词被动的变化呢 我们就讲到这 那给大家总结一下 今天讲过的要点 首先呢 说了一下这个被动的用途 不知道动作的发出者 可以用 强调动作的发出者呢 可以加by 然后呢 表达这个客观思路为主体 在雅思阅读和写作当中 都能用到 后面呢 我也会给大家讲到 接着往下说 被动的构成 B当 两部分 各司其职 各自有各自的用途 一二三三个步骤就能解决了 重点掌握被动跟时态相结合 别忘了给大家画的表格 八种常用时态的被动 还有注意 简单了解被动跟情态结合 无外乎就是情态动词 加动词原型的B就可以了 在这里呢 被动语态的这四点 就可以帮助大家 熟练的掌握被动 重点掌握第二点和第三点 这个是我们考试的要点 好了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 耐心聆听 我是联合的雅思玉法老师 田径 我们稍后见